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都会下雨 台南高雄还有屏东 也可能有灵性的降雨 而周日寒流报道水气偏少 因此降雨范围缩小 东北季风明天减弱 北台湾明显的回温 高温有机会来到25度 低温部分差不多 特别要强调的是 周六开始封面通过 周日寒流报道 一直影响到下周三 最冷的时间点 在下周三的清晨 北部和宜兰低温下滩6度 南部和花冬下滩8度 是入冬以来最强的老气团 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高山 北部2000公尺或是以下的高山 都有机会下雪 可以提前准备保暖的衣物 给街友还有独居长者 温暖度过寒流 至于明天气降组 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受到不设冷却的影响 西半部早晚气温是偏低的 明天清晨到上午 新竹 苗栗 还有南投 可能出现不到10度的低温 使用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东北季风明天减弱 各地转情 不过花莲和台东 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的零星降雨 另外桃源到云林 还有恒生半岛与外岛 今天晚上到明天有较强阵风 高雄和屏东 空瓶依然是橘灯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再次的提醒您周日开始 寒流报道 台北和宜兰低温下滩6度 其他地区8度 要特别注意保暖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